今天介绍的这部电影取材于西班牙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德里·巴雷卡斯事件 这是西班牙警方报告中首次由警员真实目睹的林业案件 也是西班牙至今唯一从警方仍发解释的超自然案件 1991年6月15日凌晨 警方接获紧急报案电话后立即前往案发地 到达案发现场后不久 两位警员就因突关恶心目逊 四肢颤抖而被迫休假两周 事后负责该案的警长也申请了调职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怖事件呢 故事还得从一个名叫妮卡的女孩说起 因为父亲去世多年 母亲又破一生计 优历在家庭之外 所以小小年纪的她 就早早地承担起了照顾三姐弟的众人 这天正值喊起来日式奇观 为了观测日式效果 学校专门通知所有人带几张笛票来 然后女孩却偷偷带上了已故父亲的照片 就在所有人等待日式到来时 妮卡却和她的两个同学 偷偷来到了昏暗地下室 因为他们打算撑此机会 玩一次通灵游戏 据说日式发生时 是黑暗压制的光明 所以古代宗教会把这一时刻 作为最佳献祭时刻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一时刻会更容易通灵到自己想通灵的人 而这便是妮卡偷拿父亲照片的终极目的 随着日式的到来 虽然的通灵仪式也正式开始 没多久 通灵板上的玻璃杯就有了反应 先后指向了妮卡和同学罗萨 另一个同学戴亚娜则认为 两人在暗中推动杯子 可紧接着玻璃杯就巨趟无比 俩同学被吓得立刻缩了回去 可妮卡却丝毫没有任何反应 伴随着日式的到来 玻璃杯突然炸裂 点燃的蜡烛 也瞬间倒地熄灭 两个同学被吓得惊慌失措 可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 却发现通灵板早已被扯成了两半 妮卡也摊倒在地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洛萨靠近蜻蜓 仿佛听到了可怕之事 这时妮卡突然坐起 张开嘴巴嘶吼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被送到了优势 医生认为他晕倒 主要是因为血糖偏低 建议他多补充一些营养品 可对于刚才通灵发生的事 妮卡却毫无印象 而那两名同学也早已被吓破了岛 提前溜回了家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 妮卡便把坏掉的通灵板 藏到了柜子上 可刚离开房间 就听到了书包吊替的声音 再次尝试放上去时 也有无故掉下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将其塞到床下 可诡异之事也切中发声 吃饭时会不受控制的 全身颤抖 肩膀上也不知何时 多了一块瘀青 晚上帮弟弟洗澡时 再次听到自己房间传来怪声 就在他回房查看之时 弟弟也突然一声大叫 同时房门自动关闭 当他打开房门赶回浴室时 却发现弟弟肉皮 早已被烫成了红色 妮卡认为是自己 没控制好洗澡水温度 可弟弟却说 那也不是他弄的 当晚妮卡就梦到了死去的父亲 还没等他高兴 就被无数鬼手困在床上 就在另一只鬼手 伸进他嘴里时 妮卡突然从梦中心来 由于前天通灵时 弄对了父亲照片 妮卡被打算问罗萨 是否有看到 然后对方却故意视而不见 为此他只能独自到地下室寻找 父亲的照片是找到了 可忙着修女 却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你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 发现他们正好准备了 丰盛美味的晚餐 那你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其实这便是鬼魂 对他们来这里通灵的态度 妮卡听后满脸疑惑 对方接着说 你们昨天在这里通灵 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女孩说 我只想和自己的父亲说说话 修女意味深长地说道 重点不是你想跟谁说话 而是谁在跟你说话 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鬼魂 昨天有鬼魂回应了你 而现在对方也和你 纠缠在了一起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 就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此时 放学铃声响起 两人之间的对话也被打断 放学后 妮卡找到罗萨 想打听一下 童年当天发生的事 但罗萨却并不想谈及此事 妮卡回到家 想到修女的提醒 并将书中的曲魔符咒复制了下来 一一挂在了店妹房间 这天晚上 妮卡通过窗户 看到妹妹的房间 有个黑影闪过 可是赶到后 却并未发现异样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黑影再次出现 将曲魔符咒挨个烧毁 此时妮卡也被神秘力量控制 无法动她 就在鬼手掐住妹妹脖子时 她也瞬间恢复自由 上前营救 可惊醒后的妹妹 却并没有看到房间里有其他人 为了各自安全 妮卡只能让弟妹集体睡客厅 事后妹妹问她 为何刚才要掐自己 妮卡却说 我没有掐你 是想保护你 半夜妮卡母亲收工回家 看到孩子们的异常举动 关心的话是只字未提 而是嫌弃的抱怨 无人帮自己分担家事 这晚妮卡又做了一个噩梦 她梦到两个妹妹 正在疯狂啃射自己 弟弟也在掐着自己的脖子不放 母亲更是狠心地准备杀她献祭 恐怖的梦境让她心有余悸 还没缓过手来 就发现了裤子和床单上 遗留的偏偏血迹 就在她清洗床垫时 却无意间发现了 床垫背面的黑色印记 最后弟弟就说 爸爸回来了 还要说带他们去另外一个世界 妮卡停后叮嘱弟弟 如果对方再来找你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听 那不是真的爸爸 意识到弟弟被蛊惑 他赶紧掀开 看到弟妹们床垫下同样的黑色印记后 便第一时间把他们交给了母亲 自己则来到学校找忙人修女求助 对方却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修女天生拥有阴阳眼 本以为把眼睛弄瞎就会更清静 没想到双眼失明后 仍旧能正常看到鬼魂 随后他还告诉妮卡 如果想把恶灵驱走 就必须像第一次通灵那样 把她送回去 而且通灵结束后一定要和对方道别 否则他就会一直嘴随你 妮卡听后找到两同学帮忙 希望他们陪自己再玩一次通灵 但两人却并不想再碰着邪魔的东西 同时洛莎也将通灵当天的时候说了出来 原来妮卡嘴里不听嘟囔的话 竟然是说自己会在第三天死去 听到这些话 她害怕不已 找到母亲寻求威胁 希望她回家陪姐弟四人度过难关 但母亲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还把他们撵回了家 妮卡明白 想要赶走恶鬼就必须再次通灵 而且结束后一定要与对方道别 现在同学和母亲都具有怨知 那就只能停走线了 她先是将坏掉的通灵板粘好 又让两个妹妹陪自己通灵 送走恶灵 一是刚刚开始 通灵板上的玻璃杯就有了反应 妮卡问你还在吗 玻璃杯瞬间指向了事 女豪接着说 我们是来和你道别的 你必须尽快离开 这里不是你的家 而这时玻璃杯却指向了步 妮卡立刻翻开通灵板说明书 寻找对策 上面清楚地写着 若想正确结束通灵仪式 并与之道别 参与者就得念咒语或者轻声歌唱 咒语不会那就只能唱歌了 就在三姐妹一起哼唱时 其他房间却接连不断传来各种怪象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 一股音风袭来吹灭了蜡烛 而战好的通灵板也再次被撕成了两半 通灵的玻璃杯也在神秘力量的缺失下 滚到了妮卡房间 妮卡紧跟在后进入房间 发现床垫上的黑色印记 也比白天大了很多 这时床垫中突然伸出一只鬼手 将其唠唠抓住 妮卡风力挣脱后 恶鬼也慢慢地从床垫中陷出原形 她急忙跑到客厅 拨通报警电话 就在他向警方描述恐怖现状时 正好看到弟弟被恶灵拽进了洗手间 便快速冲了进去 却发现弟弟就好话无损地坐在浴池里 意识到情况不妙 她急忙抱起弟弟 带着两个妹妹向着外面跑去 就在他们即将逃出住宅大厦时 妮卡却发现镜中的自己抱着的居然是空气 意识到弟弟也被丢在了家里 便再次返回家中 可是刚来到洗手间 就看到弟弟被恶灵拽进了预料后面 正要掀开预料时 却被对方给删了回来 这时弟弟跑出洗手间 妮卡顺手捡起一块玻璃碎片 跟着对方就来到了自己房间 这时房门突然关闭 而身后的恶鬼也再次顾忌重视 以影子的行驶在房间里环绕 妮卡打开衣柜 发现弟弟就躲在里面 同时还捂着耳朵 不停地呼喊她的名字 这时妮卡才想起自己层内的叮嘱 只要恶鬼在来找你 那就捂着耳朵喊我的名字 此刻妮卡才恍然大悟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影 要掐妹妹脖子 也没有人把弟弟洗澡水温度调高 原来这些事都是被附生的自己所谓 想通了这一道理以后 妮卡就打算自杀谢罪 可这时她的身体 却不受控制的开始后一样 同时鬼影也再次出现 把那只说大鬼手 直插女号嘴里 这时警方正好赶到 看到眼前的黑人景象后 警员们都震惊不已 最终三姐弟获救 妮卡自被送上了救护车 电影结尾 警长勘察现场时 发现了妮卡的一张亮照 刚要捡起时 却被无形的力量拽掉在地 勘察照片上被烧出了一个黑洞 女号抢救无效死亡的消息 也随之传来 ��的 零件事